民主黨、公民黨毛孟靜、張超雄、邵家俊 共15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 委託香港民意研究所就去留問題進行民意調查 本月初曾表明會復應結果 民調結果在本屆任期結束前直公布 指民主派支持者群組去留意向不過半數未達門檻 14名議員經政治判斷後決定留任 陳淑莊以個人理由拒絕留任並宣布退出公民黨 但仔細分析民調數據就會發現全港民意有清晰傾向 踢爆14人決定留任實際違反民意 民調隨機以電話成功訪問2579人 53.4%反對留任大幅拋離支持留任的36.8% 再深入分析這2,000多人 無論政治傾向是傾向民主派、傾向中間派 還是傾向建制派 不論男女、不論年齡、不論教育程度、不分社會階層 反對15人留任比支持留任的多 以職業劃分 無論行政及專業人員、文職及服務人員、工人、 料理家務者或其他職業 反對留任都過半數 由這多數數據看來要求15人辭職可為全社會、全香港的共識 民調識別到738名受訪者是15名民主派的支持者 作為核心調查數據 在這個民主派支持者群組中有47.1%支持留任 45.8%反對留任,相差1.3% 民主派只是參考738人數據 而得出沒有明確民意授權15人去留的結論 而漠視全港一致表達要他們辭職的民意 是否在搬龍門? 是否早已預設留任的立場? 當未港人、港地的記者追問 做民調是否錯誤的決定 是否不尊重民調的結果 民主黨林卓廷諸多辯解 我們參考民意何錯之有? 不參考民調 反而會否質疑我們閉門造居? 我們一直都跟市民說 我們是希望留守議會的戰線 這條戰線是不能放棄的 我們跟公眾去解說 為何我們要留守又何錯之有? 民主派最初為去留 定下民主派支持者三分之二的門檻 後來改為一半 民調最終結果一面倒顯示 辭職才是眾望所歸 民主派卻恥著未達自定的門檻 厚面皮地以政治決定硬留下 究竟他們對民主是真尊重還是假尊重呢? 大家自行判斷 民主派財提升 民主派的太陽 改為一個人滅重 民主派的太陽 民主派的太陽